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步骤,Blog的设定 Blog的设定,一样到这个后台的设定,这边有一个Setting 然后其他,然后选择这个允许Blog的什么什么Feed 有没有,你等下去看中文就知道 然后第三个就选择完整for 好,到后台来看一下这个设定 然后其他,好,就是这个完整 允许网制资讯提供,他那个Fit就是提供的意思 然后他预设就是完整的,OK,那就不用改他了 然后我们再到第三个步骤,Logo,Logo的设定 Logo设定在这边 他讲说在这个Layout就是排版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Blog的标头 好,这是在哪边呢?就是在这里 Blog版面配置就是排版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个这个 Header,Header 找到Header,就是这个标头 好,这边Header,然后这边按编辑 好,他讲的就是这边 他预设有一个他自己的标头嘛 然后我们把它移掉 然后浏览,上传自己的标头 就是你自己的Logo 那我们找一个图片来当成Logo好了 好,譬如说我故意那张丑丑的图 然后上传一下 好,这张 他会动耶 我这张是GIF档案 好,按储存 好,这时候我们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好,本来是这个标头嘛 然后按重新整理一下 好,这是一张GIF的动画 所以他标头就换掉了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是导航列 就是上面的选单 好,上面这些选单 然后这些选单呢 他比较特别 好,这个选单的部分呢 他上面就有讲说到这个排版 一样是在排版 然后TopNavigation的这个地方去编辑 好,在哪边呢? 一样就在排版位置这边 有一个叫做Top 就找到TopNavigation 就是这边 Top就是上面的导航列 然后按一下编辑 好,就是这边 那这边要插入 他已经帮我插进去了 所以这里 我们要去了解说 他插进去的这些什么东西 我们先前台看一下 就是这几个 就是这几个 他已经帮我插上去了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怎么样把这些文字 改成中文字 然后把这些连结 丢到哪边去设定他的连结 到后台看一下这里 我们刚刚把编辑点开 好,就这个地方 这个语法很简单 这个警号就是你想要去哪个网页 你就输入网址就好了 比如说Home Home就是首页嘛 我先把这个Home 把它改成中文的 中文的首页 好 这个Travel 我们把它改成 产品 介绍好了 Lifestyle 改成关于我 然后这个是 直目录 就是直选单 就是点击这个关于我之后 跑出来的 刚刚首页这边 有没有 这个Lifestyle 他有下层的下拉选单 好,这个下拉选单 其实他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语法去制作 很简单的语法就是这样 如果你希望别的别的选单也有下拉选法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做 比如说这个是直选单1 然后复制的比较快 Ctrl C Ctrl V 直选单2 改一下 Ctrl V 直选单3 好 先这样子 然后按一下储存 好,我们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重新整理 OK 跑出来了 你看 这个变中文了 然后关于直选单1 直选单2 直选单3 那点击之后呢 没有反应 点击之后没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去设定他的超连结 要连到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网址去 好,我先 先看一下这个网站好了 好,这个网站 复制起来 把这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后台来 再来编辑一下这个navigation 好,这个导航列 好,假设 假设 这个about 我想要把它连到那个联盟行销 好,这个选单 名称把它改联盟行销 然后呢 这个警号 这个警号 把它取代掉 选取之后把它按Ctrl V 贴上刚刚的网址 就这样 好,警号换成了这串网址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 联盟行销这四个字 点击之后就联络这个网址的意思 好,按储存 好,再到刚刚的首页去 重新整理一下 好,联盟行销 好,变成联盟行销这四个字 点击 点击 就跳到这个网址来了 有没有 好,我们要回上页 所以刚刚的那个警号 其实就是要用网址去取代它 用你的网址 用网址去取代 那以后会有哪些网址是可以放进去的呢 就是你这个网站 看你要外链还是要内联里面的网页 假设你要外联就像刚刚这样子 连到外面的网址 假设你要连内页 比如说产品介绍 我可能建立了好几个页面 或者好几个文章 每篇文章都会有自己的网址 你就把那个网址呢 贴到这个警号的地方去就好了 好,把这个警号取代掉就好了 然后再去按储存就好了 那你说 我也希望有这个其他的那个选单 我也希望有这个下拉选单怎么做 很简单哦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就好了 这四行复制起来 复制 然后看你要在哪个地方下面放 例如说我要在 刚刚联盟行销下面 好,我就把它移到下面去 这个地方 Ctrl-V贴上 就这样 直悬单一二三就跑进来了 好,再来一下存档 再到首页去重新整理一下 好,你看哦 后面怎么不见了 表示什么 表示有语法输入错误了 再回到后台去 编辑一下看看哪边出错了 好,我刚刚少复制了这个 ul 因为这个html的语法 它都会有对称 就是你开头有这个ul 你结束就要有这一个斜线ul 所以我刚刚结束的这个没有copy到 所以后面的都断掉了 好,就在这边 换行这样比较整齐 Key进去 这样才会成对 成双成对 有没有 开头ul 结束斜线ul 他这个鱼法你就照样copy就好了 你不要落掉一个大鱼小鱼 都不要落掉 斜线都不要落掉 好 然后再储存 好 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看看 哦,你看 恢复正常了 好 哎 联盟行销的 怎么没有 再去后来检查一下哪边出错了 这个 这个要 要多试几次 因为有时候 你语法没有看清楚就真的会出错哦 哦 刚没看清楚 还有一个li 成端 成双成对嘛 这个li 这边有一个li 所以刚刚这个li没有copy到 再复制一下 放在ul的下面 贴上li 然后呢 你要注意一下上面这边哦 这边斜线 斜线A 大鱼后面就直接接ul了 所以我刚刚上面这个余法有错哦 你看 斜线A 后面不应该有这一串 所以我刚复制应该 不要只复制 不要只复制这个 应该要从这边开始复制才对 一直到这边应该整串复制才对 好 就记得要对称就对了 要对称 把它分开一点 好 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你看li开头 li做最后的结尾 然后中间这个是ul开头 ul做结尾 好 再储存 好 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 这次不会错了吧 有了 你看正常了吧 所以联盟行销A下面就有直选单三个 那你说我直选单如果要有四个怎么办 好 再 如果你真的要四个 很简单 很简单 好 比如说我们在关于我下面好了 你只要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Ctrl V 好 为了整齐起见 好看起见 我们把它弄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对齐 好 直选单4 好 储存在关于我下面 再看一下 重新整理 好 你看关于我下面就有直选单4 有没有 就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好 那底下 如果你还想要再多一层出去呢 不要了吧 两 两层就够了啦 网站两层就够了 你真的有三层的话 消费者很难去点啦 这样就够了 减少那个复杂度 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关于选单的做法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一节我们讲了几个东西 好 第一个 你就是这个标头 你已经改了 改成你自己的logo了 第二个就是上面这个选单 你已经把它换成你自己的中文字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下拉选单 你已经会自己去新增下拉选单 OK 还有下拉选单的数量 你也可以自己新增了 第四个就是每一个下拉选单 或者是这一个 每一个连结 你都已经知道怎么去设定 就是到这个里面 把这个警号改成你要的网址 这边也是改成你要的网址 就可以连结到那个网页去了 OK 下一节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些按钮怎么做出来的 它可以连结到你的Facebook 你的Twitter 你的IG 或者是你的YouTube等等